《山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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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是一部 有一部隱喻的故事 這兩個人他們是一對情侶 他們真的處在開放式的關係裡面 所以因為你們有這個開放式關係的契約 所以他很可能是這樣子 也真正地看著變形的 用這整個故事的一些概念 去引誘說這兩個人在這段關係中的 遇到事情不同的反應這樣子 因為這個算是有一點點是 從我親身經歷裡面取材出來的 然後我覺得就是作為一個創作者的話 就是我只是想要把有趣的事情 拍給觀眾看 然後對我來說 我也已經離這個情緒有一段距離了 所以我就是想要把這個感受 跟這些記憶把它記錄下來 很像是用一個第三人生在講故事 在跟觀眾講這個故事這樣子 這部片的選角對我來說 也確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就是請Castly找了很多很多 這個年紀的男演員們 然後大量的去跟他們見面 聊天 最後選定了王可元跟歐陽倫這個組合 歐陽倫是一個蠻巨大的驚喜 就是已經30幾歲 但是還是有一種孩子氣的感覺 這是一部同志主題的電影 然後再看到歐陽倫應該會覺得蠻新奇的 就是沒有想像到他會是去演這樣的角色 可是同時我覺得他又是一個 就是你看了以後又會覺得他很OK 他就是那樣子 那王可元的話 其實看到他的時候就沒有什麼好說 就覺得就是他 他那個氣質跟那個模樣 我覺得就是大量的在跟演員們交流 因為雖然說他是一個比較非典型的關係 就是開放式關係的主題 但是其實內核裡面在講的就是 還是關於人的情感 兩個人之間的關係 那很幸運的我也得到了 單位主演們他們 其實也蠻私密的 對於感情或是關係這些事情 他們的見解 以及他們的經驗 讓我們之間都互相交流 然後從這個交流裡面去找出 他們可以怎麼樣在這部片裡面 去演繹這個角色 以現在他們給出來的東西來說 我覺得我自己是十分的滿意 你們的能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